渔民从加拿大拉布拉多海岸出发,原本是打算去海里捕点螃蟹,却意外遇到一个小家伙,不但救了他一命,还被他蒙了一脸。 渔民们离开陆地,航行了几英里后,就在海上看到一大块漂亮的浮冰,浮冰的样子有点像鲸鱼的尾巴,他们先被浮冰吸引了注意力,当船只与浮冰越来越近时,一位渔民突然发现漂亮浮冰上竟然有一个东西在动,他赶快呼喊另外二位渔夫前来观看。 二位渔民看后不以为然地回答他,那肯定是一只海豹,没什么稀奇的,一般会栖息在浮冰上的动物,在北冰洋附近的就是北极熊和海豹了,离远了看那家伙好像很瘦很细长,不太像北极熊,于是大家猜可能是胎毛还没脱落的海豹。 然而,当渔船完全靠近时,三位渔民都惊呆了,浮冰上的动物哪里是什么海豹,而是一只被困在浮冰上惹人怜悯的北极狐,它的毛发都打湿了,稀稀疏疏的粘在身上。 北极狐蜷缩着哀叫,还有海鸥一类的水鸟,不断在它附近飞行,它们正在等待北极狐丧失最后的反击能力,伺机要攻击它。 可怜的北极狐湿冷颤抖,不时向天上发出无力的哀嚎,像是在驱赶歹意的海鸥,又像是在发出呼救。 因为不擅长在冰海里游泳,所以北极狐平常只在陆地上捕猎,那蓬松厚实的毛发一旦被打湿,就会失去保暖作用。 这条北极狐不知何故被困在浮冰上,可能是为了觅食,如果它此刻选择下水游回去,铁定会出意外,无助的它只能留在冰面上。 但是可怜的北极狐遇到了好心的渔民,如果没有遇到渔民,它大概撑不了多久了。 看到被冻得可怜巴巴的北极狐,三位渔民的怜悯之心油然而生,他们即刻展开了救援。 虽然浮冰不是很大,但想要轻松逮住狐狸也不太容易,它此刻又冷又怕,眼神里满是警戒。 纵使已经没有太多力气,它还是打算拼尽全力和靠近浮冰的人们做生死对决。 幸好这是艘渔船,渔民们拿出了渔网并丢了出去,把北极狐围在了网下。 因此时的它饥寒交迫,再也挺不住。 疲惫的狐狸终于放弃了反抗,重新蜷缩成一团。 渔民把它小心地从渔网中拿出,并给它喂食一些薯条和饼干。 但它不肯吃,渔民们猜测它可能已经冻坏了,没有食欲。 于是渔民就将它抱在怀里,大概是人类怀抱里的温暖,让北极狐感到了安心。 它太累了,没有再试图逃跑,就在渔民的怀里睡着了。 之后虚弱的北极狐在渔民给它准备的临时小窝里睡了有六七个小时。 足见它被困在浮冰上的时间不是短短一会儿,很可能是好几天。 这几天里,北极狐可能要一直强行打起精神,想找到逃脱的办法,还要担心附近会不会有天敌。 在这块毫无遮蔽的浮冰上,它怎么敢安心睡觉呢? 睡醒以后,狐狸心满意足地吃了渔民给它准备的维也纳香肠。 小肚子吃圆了,湿漉漉的毛发也干了,身体也暖和起来了。 北极狐变得相当镇定,以它那聪明的小脑瓜一定能看出渔民们的善意。 后来渔民们把北极狐放回了野外,它从零食窝里慢慢走出来,东张西望了一会儿, 确定是自己熟悉的野外,就一溜烟地开跑了。 但在途中北极狐还是数次不舍地回头张望,仿佛是在向渔民们说声谢谢。 巧的是,渔民们放生北极狐的海边山坡上恰好有一个废弃的狗窝。 聪明的北极狐就在这里安了家。 在此后的秋天,这只北极狐经常从窝中走出,穿过枯黄的草地时不时地朝海边张望。 有时甚至会一口气跑到山巅,对着大海驻足凝望。 它应该是在思念曾经救过它的恩人。 而三位渔民的船在经过这个山坡时,他们也会回望放生北极狐的地方。 其中的一名渔夫表示,此后他们不止一次地在放生的地方看到北极狐。 渔夫和北极狐就这样时常相互凝望。 这是一种多么淳朴,但又了不起的人类与动物的真挚感情。 说到狐狸,在人们印象中,它是一种非常狡猾的动物。 还总是被冠上妖魅这样的标签,因此并不受人待见。 但其实狐狸是一种很有灵性的动物。 当你真正接触到它时,就会觉得它非常呆萌可爱,而且非常有灵性。 它们也可以和人类和睦相处。 曾经有位老人,以此偶然的机会捡到了一只小狐狸。 被救小狐狸七年后再见恩人,场面一度失控。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七年前老人在野外偶然遇到了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动物幼崽, 看起来像一只小猫。 当时小猫在野外经历风吹雨打,而且还受了伤。 老人不放心把它丢在野外,在它身体虚弱之际被老人带回了家。 可是带回家养了一段时间后,它越发觉得这动物并不是小猫, 而是一只小狐狸。 只是它因为身形很瘦小,看上去更像是猫咪。 考虑到狐狸是一种野生动物,老人担心照顾不好它, 就想要把狐狸放回山林。 然而狐狸一直不愿意离开自己的主人, 并且它已经丧失了在野外生存的能力。 而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老人与狐狸也早已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 于是老人就将狐狸留在了自己的身边。 后来因为老人工作原因,不得已要离开这个地方。 走之前,他将狐狸托付给了当地的动物保护中心。 七年之后,老人再来动物园看望它的时候, 刚经过狐园,七年前救下的那只狐狸立马认出了它。 在饲养员的允许下,老人进入狐园, 他看到小狐狸已经长大, 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过曾经救过自己的恩人。 再次见到自己的恩人,场面一度失控。 小狐狸立刻扑到老人的怀中, 并用自己的头一直轻轻地蹭着老人的脸。 相良的农夫去自己家仓库的时候, 发现了四只蜷缩在一起的小猫蜜。 看样子它们并不算大, 不知道是被妈妈抛弃, 还是它们自己逃离到这里。 总之,这四只小猫蜜正在抱团取暖。 当时天气不算太冷, 对于这四只无家可归的小猫蜜而言, 心中更需要温度。 长久没有进食的它们, 看着非常虚弱。 为了让这四只猫咪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农夫决定将它们带回家抚养。 从外表来看, 这四只猫咪异常可爱, 只不过身体太过于迁徙, 所以农夫想要给它们补充营养, 看着它们毛茸茸的样子, 才更让人喜欢。 与主人生活在一起之后, 四只猫咪过得都很舒心。 没过多久, 它们的身体就出现了明显的增长, 而身躯也比之前高了一些。 随着猫咪的成长, 农夫感觉这四只猫咪 似乎与其他的猫咪不太一样。 从外表来看, 四只猫咪都是正常的长相, 只不过稀扰的毛发和超短的尾巴、腿, 看着感觉有些别扭。 它们看着像猫咪, 但总感觉哪里又不太一样。 当时农夫也并不是很在意, 毕竟,自从这四只猫咪来到这个家之后, 家里也增加了不少的欢声效率。 而猫咪对于这里的生活也很满意, 每天都可以看到猫咪身的懒腰 在自家阳台上晒太阳。 那种惬意的模样, 即便是农夫看着都很高兴。 直到有一天晚上, 家里有小偷悄悄静着, 而这四只小猫竟然将小偷拦挤在外面。 正是猫咪出现这样异常的举动, 所以农夫才决定要一查真相, 想要彻底了解自己养的到底是哪种类型的猫咪。 农夫特意联系了当地的动物保护工作人员, 邀请他们来家里进行鉴定。 最后才弄清楚, 这四只猫咪到底是什么来头。 工作人员表示, 它们是目前世界上濒临灭绝的兔孙。 通常情况下来说, 这种动物应该生活在高海拔的区域, 很少会出现在平原地区。 正是因为兔孙很少会与人类相处, 所以它们的样子也很少被外界知晓。 虽然说这种动物属于猫类, 但它们绝对不是家里普通的猫咪。 农夫知晓了家里这四只猫咪的来头, 更明白, 兔孙属于稀少的动物, 所以他肯定不会将它们留在家里。 到了兔孙可以独立生活的时候, 农夫选择将它们放生野外。 农夫对于这四只兔孙 早就产生了深厚的亲情感。 将它们放回自然时, 农夫内心更是非常不舍, 但最后还是还给了它们自由。 本身, 兔孙对于生存环境很挑剔, 但是它们遇到了农夫之后, 生活等于是彻底变了样子。 农夫从它们小时候就非常疼爱它们, 即便后期回归自然, 这些兔孙肯定也不会忘记 与农夫相处的这些欢乐时光。 农夫当时收养兔孙的时候, 就是被它们可怜的模样打动。 再次将兔孙放生时, 农夫心中必然也不会太好受。 可是很多事情, 大家都没有办法去控制。 需要权衡利弊之后, 选择最合适的结果才是上上策。 有一次他去丛林考察, 在山林间发现了一只小猫咪, 看上去是刚出生不久的。 可怜的小家伙浑身脏兮兮地躺在树丛间, 小姐姐到处寻找都不见猫妈妈的身影。 怕它无法生存, 便把小猫咪带回了家里, 给它喂养奶, 补充小猫咪的营养。 对小猫咪进行无微不至的照顾, 担负起了猫妈妈的责任, 成为了一名合格的铲使官。 它还特意为小猫咪做了一个猫窝, 怕小猫咪动着。 在小姐姐悉心地招聊下, 小猫咪非常健康, 而且长得圆滚滚的。 小猫咪和小姐姐相处得非常融洽, 它非常活泼可爱, 喜欢对着小姐姐撒娇卖萌, 可把小姐姐给乐坏了。 但随着小猫咪一天天地长大, 小姐姐也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这只猫咪不是猫粮, 它只对肉类感兴趣, 而且它的体积已经超过一般的猫咪了。 而且猫咪精力非常活跃, 还经常做出一些捕猎的举动。 这时候它才意识到, 自己可能养的不是一只猫, 而是其他的野生动物。 因为猫咪长相非常奇特, 不像猫咪, 也不太像猎豹, 身上还有一些奇特的花纹, 也不像自己认识的一些实弱动物。 无奈之下, 它只能带着猫咪去求助专家的帮助。 经过专家最终得出的结论, 小姐姐大吃一惊, 原来猫咪的真实身份 是狮子和老虎结合的后代, 它们叫做虎狮兽。 小姐姐没想到, 狮子居然能和老虎能有后代, 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专家还告诉她, 这种物种非常珍惜, 这就意味着小姐姐不能再饲养这只猫咪了。 虽然非常不舍, 但是小姐姐明白, 不得不把她送走。 时间一晃几年过去了, 虎狮兽也长大了, 这时候小姐姐打算去看望这个 自己亲手养大的小猫咪长成了什么样子, 于是就来到了动物保护中心。 看到她的那一刻, 小姐姐非常惊喜, 因为小猫咪长成大猫咪, 再也不是当初自己捡到瘦弱的小家伙。 虎狮兽好像认出了自己的主人, 隔着玻璃朝她撒娇, 这一幕让在场的工作人员都泪目了。 其实不管是虎狮兽还是猫咪, 它们都是非常有灵性的, 只要养了它们就要对它们好, 这样错人的事情不止一个。 我们都知道, 狼是一种非常凶残的生物, 可没想到的是, 它居然可以和人类和平共属。 这个男人捡到了一只流浪的狗狗, 养着养着就变了味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让我们来看一看。 故事发生在俄罗斯, 在几年前, 男子去郊外游玩, 偶遇了一只狗狗, 他浑身乌黑的毛发和生脆的眼神, 一下就吸引了男子。 看他非常可怜, 男子就把他带回了家中喂养起来。 男子非常热爱小动物, 所以家里还有其他的狗狗。 起初, 这个小家伙看到陌生的环境还有些害怕, 总是蜷缩在角落里, 呆呆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狗狗活泼的天性也渐渐得到释放。 熟悉了周围环境以后, 他和家里的其他狗狗迅速打成一片。 狗狗的到来也为这个家里增添了许多活力, 他和平常的狗狗一样撒娇打滚, 每天男子看着家里感到非常幸福。 有了狗狗们的陪伴, 他感到非常快乐。 可这日子一天天过去, 狗狗也一天天长大, 包括男子在内的所有人, 几乎都认不出这是什么品种的狗, 甚至有人说他像一只狼。 由于他的体积非常大, 而且很英俊, 比一般的狗狗都要好看。 男子意识到可能自己真的养了一只狼, 于是给狗狗拍了照片求助专家。 专家告诉男子, 这的确是一只狼, 而且不是普通的狼, 而是一只血统纯正的北美灰狼。 这可怕男子吓了一跳, 人们都纷纷劝他把狗狗送走, 因为他的狼性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爆发。 但男子说他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他非常可爱, 从来没有做出伤害过任何人的事情。 而且他和家里的狗狗几乎没有区别, 他会撒泼打滚。 经过这么久的饲养, 他身上的狼性早已没有了, 自己不放心这个毛孩子在外独自生活, 我不能把他送走。 尽管知道了狗狗的真实身份, 但男子还是一如既往地对待他。 他也和平时一样和其他的狗狗打闹, 就算知道真相, 也没什么大不了, 因为这并不会改变什么。 这只狗狗只是多了一个身份而已, 它照样还是主人的毛孩子, 它们一家人照样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其实, 不管是什么动物, 它们都有自己的感情, 只要我们善待它们, 它们自然也会亲近我们。 看着如此暖心的画面, 不少人都有些感动。 当老人要离开时, 狐狸始终赖在老人怀里, 就是不舍得恩人离开。 看着这一幕, 饲养员也泪目了。 没想到狐狸竟是如此感性的动物, 它们也懂得知恩图报的道理, 它们也有真感情, 并且这份感情是不会随着时间而衰减的。 相比之下, 甚至有很多人类都无法做到像动物那样真诚。 当北极湖处于困境中, 善良的渔民救了它的性命, 它会日日站在远处遥望着恩人。 当幼小的狐狸被无情的风雨拍打时, 老人给了它一个归宿, 直到多年后见面, 小狐狸依旧会赖在老人怀里不肯离去。 动物们虽然和我们人类之间没有直接沟通的语言, 但这不妨碍它们表达感情。 尤其是当我们对它们提供了帮助之后, 它们报恩的方式是那么的真正。